梁建里的为和尚 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杨伟朗 有种你就受盲 也有我张相暖 我脑不暖 就像《觉醒之代》 是这部戏 这部戏太好了 而不是张腾演的好 咱们认识一下吧 我叫李大钊 灌输给民众 则必须推翻封建的思想 民国就是人民的国家 我不认为这是我演的 最好的一个存心 我真是演了一个 大钊先生出发点的张图 梁建里的为和尚 都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角色 对 然后更幸运的是 梁建博得特别红 然后借此为奇迹 有很多的老师们认识了我 觉得这孩子好像会演戏啊 或者说是好像还行 然后又给了我很多很多的机会 其实 我现在有的时候想想 这一个整个过程啊 有点像摸着石头过 不在计划之内 也不在情历之内 它具体是怎么构成的 我不知道 但是我唯一可以确定的一点是 我一直都在准备 一直都在准备 但是这个准备有没有用我不清楚 比如说看书 比如说是投诗 比如说是学艺 比如说是思考 哪怕是玩儿 可能都是为了准备 准备的最后 有没有平台展示 或者说是有没有一个机会展示 我全不知道 我只做到了这一点 祖宗八分没干这个 小时候 我不知道自己该干嘛 在大学的时候 我能清楚一点是 我不想朝九晚五地去生活 我02年回国 回国了以后 当了一年的群众演员 也不算纯群众 应该算是特约 对 纯群众是没词 背景溜达 我是干纯群众 干第二次就让辅导演给我轰走了 因为我个儿太高 站前面挡镜头 拿把破伞就在哪 在哪假装买伞 就辅导演 就叫你一后面 站那么高 你跑镜头前个 就叫后面 直接就给我指一百多人后面 特别高 后来人就不让我去演群众 嫌我个高 然后后来慢慢的呢 给我了一个 安排一两句词的台词 然后就是靠这个 逐渐逐渐跑了 再有一年 然后去无极剧组当的这个 站位体身光替 然后呢 这个光替也不能胡走 这人 这人起码懂点表演 对吧 因为他要配合这个镜头 拉移 他是有诡计的 你是有表演情感在里面 所以是以这么一个资格进去的 然后后来表现的 凯歌导演还特别荣幸的是 还记住我了 然后就给安排了一个角色 就是一个群众演员 一个小红兵 对了 上大学的时候 你也知道 高考结束以后人是放羊的 没有那么多高考升学的压力 我大量的书就开始看 什么书都看 古龙的小说 金庸的小说 琼瑶的小说 然后包括柏拉图的理想博 甭管那事看得懂看不懂 都瞪来看 然后这个罗素的西方哲学史 看不懂 但是隐隐约约会有一种种子 就是 你有没有思考过你未来想怎么 你有没有思考过你为什么而活 你有没有思考过你的价值是什么 当我处于最蒙圈的时候 我们南开大学军事系有一位教授 给我们讲了一个演讲 叫论青年人的人生价值 在座的各位同学 你们有没有想过你们为什么 你们又为了什么而活 开始阐述 阐述完了以后 我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 它是和我以前的那些点撞的 懵懂的问题连成了一条线 对 我想怎么过 我起码想要什么或者是不要什么 后来经过了一个思考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 我想过也一点的生活 我给你举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觉得很类似 有一位诗人 我不知道是唐代的还是宋家的 我忘了啊 这是我们历史老师讲的 这个例子但是我记得特别清楚 晚上喝酒突然有一天 这个酒意正浓 坐船 要去看她的朋友 很远很远很远 五个小时的时间或者多个小时的时间 我真忘了她是谁了 走到哪怕还有 假设还有十分钟的路程 马上上岸 突然之间号令船家 掉头回去 我没有把我拔高跟那个人很像 我只是拿这个当一个例子 就是当我遇见到了她未来 可能我必然导致的东西 有可能是这样 是我不想要的时候 我为什么不迅速的在因素上给它缺掉 你都知道这个东西拿到了血液症或者是怎样怎样 你最后必然是走这条路 然后你再去掉头 但是你这个时候浪费了三年的时间和四年的时间 你为什么不从现在开始掉头就去做 其实父母给你的期望 还有其他周围的听到的期望就是 能开多好的学校啊 你毕业以后学计算机的 对吧 现在计算机创业多火呀 程序员 蓝领 白领 因为那个时候对于白领的一个概念 都觉得 哇 你很了不起 真的 起码在于我那个年代啊 你又学计算机的 哇 未来的高定型人才 你如何如何如何 我为什么说是算是 因为我没觉得它是多好 对于我来说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要筐死了 我就要被天津筐死了 我就要被一个公司筐死了 我唯一的方式就是 无非就是从这个公司跳槽的那个公司 但是我永远没有跳槽朝九晚五的这么一个模式 我觉得是太可怕了 就像《觉醒前代》是这部戏 这部戏太好了 而不是张童演得好 张童还凑合 我在这部戏结束以后也经常问导演 问的一个可能跟戏无关的东西 就是 我说我究竟演的是什么 我究竟演的是什么 都说是大昭先生 大昭先生 演大昭先生 导演给了一句话叫 其实我们演的是 其实我们演的是 心目当中的一个大昭先生 我觉得这句话很有道理 那么其实放到我身上 我只是演了一个 大昭先生出发点的长度 我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以大昭先生出发点 去在那一段规定情境当中去生活 去真真正正地去祈求 去行动 去思考 他一定不是大昭先生 但是他又不是 完全不是大昭先生 为什么 因为他的出发点是大昭先生 是一种结合 这个是我比较坦诚说的 他更像是我 或者说是我与大昭先生的某种的合一 因为我们无法分割 出发点是大昭先生 我起码在当下这个社会 我是一个演员 我不认为这是我演 我的最好的一个角色 我只指我的能力上来说 提先生来说 我不是说他不是一个好角色 我指的不是我表演 能力上最好的一次发挥 遗憾挺多的 你说有好的地方吗 有 确实有好的瞬间 有好的瞬间 有好的场次 有好的一些段落 有 但是整体上来看都 就是哎呀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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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怎么想活了个天 基本上是这种 所以就是 我总是不满意 我总是觉得不对 我总是觉得可以不那样 可以这样 这是我对我自己的看法 就这个感我一直是没有拿捏的特别的强 这就是公理 火锅没到 对 这个我承认 这是我能力问题 整个一部戏子拍了 所以我就觉得 我到时候看的时候 我觉得哎呀 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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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极个分吧 也就是极个分吧 不算太差 也不算很好 我们演员有一个习惯就看自己不顺眼 很多老师都这样 我就是横向对比 你就看那圈老师演得多好 一会为老师和沙华老师太松弛了 太行人流水了 到我这儿就有点蹲 有点蹲 然后我自己看着 哎呀妈呀 咋样 但是吧 就是我刚才说了 我很坦诚 分寸感总是拿捏不好 总是拿捏不好 可能也是我接到这个角色 比较有压力 压力比较大 就是我生怕 把这个角色 就是演得不那么好 或者说是 玷污了大昭先生的影哭 其实我的生活当中 我是有点偏内向 偏羞涩 这是今天访谈 如果不访谈的话 可能周围的朋友知道 我待在一个地方 很少说话 有的时候可能 我自己不感兴趣的话题 我可能一句话都不说 我会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我比较是内敛 然后可能在一个 大庭广众之下 或者是一个公开场合 我基本上是不怎么说话的 更愿于去观察 更愿于去回避 这是我性格上的一个 比较被动的一方面 我其实觉得 矛盾是在于 你有一种愿望想做自己 但是你比较贪婪 想去得到朋友 或者是其他人的包奖 或者是其他同类的一种接纳 那你不得不削减你自己率性 本真的这一方面的东西 这是我贪婪的地方 因为我只有削减这些 我才能换得你对我的接纳 它是一个极其难取舍的一个过程 我相信这个取舍 可能每一个朋友 在现实生活当中都会遇到 是王左还是王右 可能大家都觉得王右 但是王左我又很有冲动 他就是这个 我们这一个行当 并不是说 你可能有能力 你就会被人看到 我觉得 我觉得奉执四海皆准吧 就是我们有能力的人多的是 比我张同好的人太多了 我只是个无名小组 我真的见过比我好的人太多了 但是他们 没有机会被更多的观众去看到 而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存在 学过这个表演回来 但是我在那个阶段 我就处于一个不被看到的阶段 当然不被看到的有很多 我只是众多云云众生当中的一员 后来我比较幸运的是 我被看到了 我可能通过运气 可能通过跑足 或者说是运气成本占大多数 我被看到了 那么你说我在被看到之前 我这个能力存不存在 它必然是存在 必然是存在 但是你没有被看到的时候 你光说我是哪个学校毕业的 我有多少能力 对不起 我会用 不敢用 因为我没有看到你 我不敢用你 我不了解你 很正常 永远知道你是谁 吃酱干饭 或者我转一个大白话是 张同你最好有自知之明 你知道你自己是干嘛的 所以我 基本上是 最好别迷失 永远知道自己吃酱干饭 别粗 然后好好干我自己 应该干的事 大白话 大家好 我是梁子 有个惊喜要告诉大家 我们的新书上市了 依然热爱生活 我们精选这一年多来 二十多位受访者的人生 无论你在生活中 遭遇怎样的风雨 希望你依然热爱生活 我